所有圣人之言和人的本性都是反过来的 所有圣人角度性都是反人性的 正因为如此才有圣人市场 如果人生下来都是善的 请问要耶稣佛祖阿拉干什么 所以任何宗教你发现一件事情 都是反人性教化的 所以他在干嘛 约束人的本性的 才让社会走向和谐对吗 所以不管是耶稣佛祖阿拉 最终都是干嘛 福度众生 慈悲为怀 劝人为善的 都是让大家活得所谓的社会性的 但人的本性很多时候 你只要能激发他的本性 妈呀他的概念可大了 你只要满足他的小私 他都能成就你的大功 你才突然间发现 我的妈呀 整天喊那个所谓负责任担当 什么忠诚感应的 这些东西都是后天教化的 实际上人的本性 你只要满足他 他啥事都能帮你干 其实所有的员工在你公司上班 没有一个是为你实现你的梦想的 所有员工在你公司上班 其实都是实现他自己梦想的 哪家公司能够顺便让我实现我的梦想 我就在这公司好好干 只要这个老大不能让我实现我的梦想 任何公司老的都是 苏尤娜娜在店 咱整天教化人家要感恩 要负责任 要忠诚 要符合企业价值观 要符合社会功德 要公范 这只是咱希望的对吗 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这么想的 古往今来 凡成大事者 都是敢分赃的人 希望各位老板们要听明白 老板真正的本质工作 其实就是激发人的动力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 你指望什么忠诚感恩负责任 他更难 00后和10后 你说这帮小孩 妈呀你指望他忠诚感恩 那不是瞎扯淡吗 咱们567的三代人还好 咱们当年面试的时候 总面试的 小六谈谈你的工资 老大不要给我谈钱 你看我表现吧 你看我干的怎么样 适合给多少 你就给多少 多少无所谓 现在90后00后上帝 老大你先出个价 我看看 合适了老子就留下来 不合适 谁又拿了再见 找个什么理由就走了 你开掉他 你不敢 他开掉你 明天就走 因为你开掉他 相关的法律要制衡你 自从我悟透这些东西之后 我才发现 这个股权太好了 这人算得看透了 也不会累了 也不会愤恨了 也不会气了 也不会骂娘了 也不会纠结了 打他之后 咱也不骂人家白眼狼了 就是来了就来了 走了就走了 咱也不心疼 我讲真事 要不然你自己能气死 人啊 他毕竟是个动物 人身上有两种属性 一种是动物属性 一种是社会属性 我们人类从生下来 张贼干嘛 你发现他就吃奶 只要给他抢奶吃 他就打谁和抓谁 你要抢他饭 抢他玩具 他能打你 一开始他就是动物本能 然后咱们人类活了几千年 咱干嘛 用咱们所谓的文明 天天教化他 天天教化他 用咱们所谓的文化 天天化解他 天天干嘛 来教育他 终于把他教育成为 所谓的文明人加引号 但是你发现 大难来时 各自飞 酒病床前 无孝子 就这么多的文化文明 教化着 也不过干嘛 只能把他那动物的本能 约束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 但凡一个领导人 要想把这个团体带好 如果只是靠教育 你看他能改造人的力量 是大还是小 很小的 真正伟大的领导 都是利用人本性的 还是教化人性的 耶稣佛祖阿拉 混了那么多年 也没会好 人的本性 时刻在蒙发 但是文明 不断在教化 给人头上戴上紧箍咒 所以我们所谓的文明 道德 负责任 担当 忠诚 感恩 这些东西要永远教化 但是要记录一条 教化归教化 但是你作为老板 你脑子要清醒啊 你别把你教化教化 连你都给你通话了 你心里要明白 你是带团队的 你是嫁衣这帮人的 你不能干嘛 天天把教化的东西 变成你的规律了 你要知道人 但凡能被你带动 但凡能被你影响的 主体是靠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靠两样东西 一个是它的动物本能 第二是社会的道德 用两种东西 对别人施加影响力 社会道德会不会激发它 会呀 遵守社会功德吗 遵老爱幼吗 他的后天呢 请问他的力量大还是小啊 他很小啊 但是先天的本能 那个家伙力量大还是小啊 所以你发现贪婪 这是不是人的先天的 自私是不是先天的 这种东西还要教化吗 把这东西再推广推广 都能推广到家庭生活 连老公老婆 都不是为你活着的 都是为自己活着的 真的 人世间就这事 反正本质上 都是价值的互换 这话说起很难听哦 但其实本质就这事 只有活到这个份上的人 才叫明了 然后那个脸上的皱纹 也就没了 慢慢的脸也就变得绽放了 说老师你这么一讲 不把人都讲自私了吗 错 恰恰不能把人讲自私 恰恰把别人讲的底蕴很深厚 而且能量从心而发 突然间发现 人活着没有一个是为你服务的 所有人活着都是缩取的 当咱把这东西想明白之后 马上才发现 正常 女人怎么说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就是我嫁给你 就是给你混吃混喝的 你要不能把老娘解决 混吃混喝的问题 老娘就找下一个 男也是一样的 男有钱就变坏 这也很正常 女人要有钱了 其实女人也变坏 女人也有好多面熟的 面熟你懂的 所有的人 本质上她都是一样 就像很多女人说 这是我的 那是我的 哪是你的 啥都不是 谁是谁老公 都是临时工 她都临时嫁给你 用几十年 用的好了 以后接着用 用不好以后别人用 搞不好现在 天天都有别人用 只是你我不知道 连家庭都如此 后来发现 连孩子都不一定是你的 孩子也不过是干嘛 通过咱身体 说是咱的 其实最终可能 根本不是咱的 都不成事的 把孩子当孩子养 孩子永远长不大 把孩子当人养 孩子永远不是人 把他不当人养 他才有可能成为人 把他当别家孩子养 才有可能成为伟人 因为把他当别家孩子养 下手比较狠 人的境界 也是一天天成长的 0到20岁 学了一堆谎言 20岁到40岁 才开始慢慢的 识别一堆谎言 40岁到60岁 开始编织谎言 60岁到80岁 穿梭于真谎言之间 人生自由潇洒 所以上我的课 上到佛祖境界 下到泡牛扣仔 都有啊 我给你扒光 我扒掉你身上 唯明的外衣 露出你动物的本能 你比今天活得更精彩 凡是大乘者 都是看透的人 他们没有牵绊 没有顾虑 没有愤恨 没有愤青 没有骂娘 一切都是心入止水 这叫上善弱水的境界 不是干嘛 所谓的大爱 其实很多人 把他看透了 你自然而然 就到那种境界 这世间 只有一样东西 是永恒的 那就是为社会 为他人创造价值 因为我们要改造世界 我们要成就事业 我们要帮助他人 无理如何 只能干一件事情 才能影响更多的人 追随咱 那就是为别人 带来价值吧 人世间 所有活着的人 都是缩取的 而你要想影响世界 改造人类 要想让更多的人 追随你 一起干更伟大的事业 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低着头 不论好坏 不论对错 永远为世界 创造更大的价值 但行好事 莫为你虔诚